头条叫来看故宫院长希望日本给句道歉 果然呢 东京博物馆的馆长前古珍美在开幕致辞时 很直接也很有诚意的说呢 东博跟台湾民众表示道歉 故宫院长冯明珠则代表台湾民众接受了这个说法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感到有点遗憾 差一点毁坏了两月晚的友谊 上航东博最后能够展现诚意 遵守了与国立不公博物院所签订的神秘之法契约 尊重国立不公博物院所坚持的全称展示 谢谢前部馆长 成就了东博的训誉 也成全了与国立不公博物院的友谊 请不吝点赞订阅